大家好我是阿美美 上一次有为各位介绍 我利用大的宝特瓶 配上六个小的宝特瓶 来做一个创意造型的花盆 我是觉得也非常的好看 所以今天我又再做了一组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今天刚好完成的花盆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有六个比较小的宝特瓶 我就把它稍微切开 就是留下一部分 然后上面就是大的宝特瓶 那做法上是有跟各位介绍过了 那今天就是来跟各位稍微讲一下 就是我这次做的是 也是一样的 只是说我里面的种的植物 我是改那个太阳花 然后是用土耕的方式 上次我是种黄金葛 然后是那个直接是水培的方式 所以没有打洞 那这一次种太阳花 用土耕种 那我打了一个排水孔 就是说怕将来浇水 浇的过多的时候 它至少会利用这个排水孔 把多余的水流出去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土颜色 在这边看到了 各位没有看到 这边有个排水孔 将来浇水 水过多就直接从这个排出去 所以这六个我都有打一个排水孔 再来就是说 上一次我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小的这个挂盆 它会有时候斜斜 就是没办法很平整的挂在上面 所以后来我在这边 我有给它粘了一些那个热熔胶 就是说把它稍微固定一下 那这个小盆子的线就不会 有时候常常短短这样子 就会比较不好整理 那加上热熔胶的话 就把它固定起来也比较好 然后这个绳子的长度 就大家斟酌调整了 那喜欢短就弄短一点 需要长的人就弄长一点这样子 我是觉得这样也是蛮好看的 废物利用 把不要的宝特瓶加以整理 就变得这么漂亮的那个吊盆 我是觉得还不错 其实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尝试着这样做 好了那影片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 如果各位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分享并按赞 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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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